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方面表示,如我们在20F年报中披露,阿里巴巴将VIE实体的股东由马云和谢氏黄调整,为通过有限责任公司、LLC和有限责任合伙、LLP的形式控制,这些实体由阿里巴巴合伙人或阿里巴巴管理层成员,通过有限合伙实体间接持有,我们进行此项调整,把相应股权交由合伙人持有, 将保证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,减少关键人员风险,提高VIE实体股权的稳定性,VIE实体结构的调整,不涉及阿里巴巴集团层面的股权调整,也不影响阿里巴巴合伙人机制。 马云仍将担任阿里巴巴合伙人,并继续在阿里巴巴合伙人机制中发挥重要影响力。 今年9月10日,阿里公布传承计划,马云将在一年后现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,由现任阿里CEO张勇先任,不过马云仍将担任阿里巴巴永久合伙人。 另外,又报道着,阿里巴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20F审报资料显示,控制权已从马云和新释黄转交给五名为透露姓名的先所有人,目前阿里巴巴并未就先所有人作出具体回应。